李兆基1949年12月4日出生在香港慈云山的一个公屋家庭 那个年代的香港正处于战后重建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发展尚未起步 贫困人口众多 慈云山作为当时香港的一个典型平民区 居住着大批来自内地的难民和社会底层市民 李兆基的家庭并不例外 他们居住在狭窄的公屋中 父母为了养家糊口 忙于生计 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这样贫困的家庭背景使得李兆基从小就缺乏稳定的家庭支持和教育 这对他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兆基的童年记忆中 慈云山的街道狭窄而拥挤 房屋简陋 楼宇间的过道常年潮湿阴暗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杂的气味 对孩子们来说 这个环境既是他们的乐园 也是他们的噩梦 因为除了玩耍的地方外 慈云山的街头也是许多帮派和流氓出没的地方 李兆基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 从小就对街头的暴力和帮派活动有了深刻的印象 慈云山的环境不仅影响了李兆基的成长 还塑造了他的早期性格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他很早便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部分责任 年幼的李兆基经常在街头减废品卖钱以补贴家用 他很快意识到靠自己打拼是唯一的出路 这种早熟的意识使他在很小的时候 便展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坚韧和果敢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李兆基逐渐学会了如何在艰难的生活中生存下去 慈云山不仅是一个居住区 更是当时香港帮派活动的重要聚集地 慈云山被称为三不管地带 及不受法律和政府管理的区域 社会秩序混乱 帮派斗争频繁 这里的帮派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他们因贫困和社会边缘化而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这种充满暴力与不安的环境中 李兆基逐渐形成了他对力量与生存的理解 并在多次街头斗争中磨砺了自己的意志和胆识 李兆基的青少年时期 是他江湖生活的真正开端 十几岁时 他开始在慈云山的街头展露头角 逐渐成为帮派活动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香港社会 帮派不仅仅是犯罪的象征 更是许多底层年轻人谋求生存和地位的途径 李兆基在这个过程中 接触到慈云山的帮派文化 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立足 李兆基的江湖生涯 最初是跟随慈云山的大哥陈慎之 陈慎之在慈云山一带 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威望 他的手下都是一些 在江湖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陈慎之不仅是一个凶悍的帮派领袖 还是一个善于思考和谋划的人 他的智慧和领导力深深影响了李兆基 李兆基因为在各种斗争中表现出色 很快获得了陈慎之的信任 并成为慈云山十三太保之一 慈云山十三太保是 陈慎之手下的一支精锐力量 他们在慈云山及其周边地区 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支力量的存在 使得慈云山在江湖上 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十三太保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身怀绝技 他们不仅在斗争中勇猛无比 而且在处理复杂的江湖事务时 也展现出极高的智慧和谋略 李兆基在这个组织中 虽然处于相对低调的角色 但他的勇猛和智慧 却让他在多次帮派冲突中脱颖而出 在十三太保中 最著名的无疑是尹国居 他外号崩崖居 在江湖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李兆基虽然没有崩崖居 那样显赫的名声 但他在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却不容小觑 他是一个善于低调行事的人 但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 解决棘手的问题 这种既低调又果断的作风 使得李兆基在帮派内部 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在江湖上 李兆基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和危险 那些年 他不仅要面对来自敌对势力的威胁 还要处理内部的矛盾 尽管如此 他凭借过人的胆略和智慧 成功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 在帮派斗争中 李兆基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 和生存本能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李兆基在江湖中 锤炼出的生存技巧 也为他后来转行做演员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兆基的江湖生涯 并非一帆风顺 慈云山地区的帮派斗争异常激烈 每一天都充满了危险 李兆基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成长和成熟 他逐渐意识到江湖并非长久之际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思考如何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1980年代初期 李兆基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慈云山的大哥陈慎之 突然决定退出江湖 转行成为一名牧师 这一决定让李兆基深感震惊 同时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江湖的格局随着陈慎之的退出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兆基意识到 继续在江湖中混迹 已经不再适合自己 他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寻找新的出路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李兆基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 导演林林东 林林东是一位具有独特眼光的导演 他对李兆基的江湖背景 和独特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决定邀请他尝试进入影视圈 对于从未接触过 演艺行业的李兆基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他并没有犹豫 果断接受了这个机会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进入影视圈后的李兆基 凭借其独特的气质 和真实的江湖背景 迅速引起了业内的关注 尽管他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演技培训 但他的本色出演 却让他的角色 充满了真实感和力度 他将自己在江湖中 积累的经验和气质 融入到角色中 使得这些角色 不仅仅是荧幕上的人物 更像是生活在 我们周围的真实存在 李兆基的演艺风格独特 常常能够通过 微妙的表情和动作 来传递角色的内心世界 这使得他的表演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尽管初期的演艺道路 并不平坦 李兆基依然坚持不屑 他在多部电影中扮演配角 但这些配角 却因为李兆基的出色演艺 而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 《黑玉断肠歌》等 影片中的表现 让他赢得了不少赞誉 李兆基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他还参与了 电影插曲的创作 《黑玉断肠歌》 这首插曲 由于李兆基的创作 而更加生动 这也显示了 他在艺术创作上的 多才多艺 李兆基在影视圈中的突破 尤其是在 与周星驰的合作中 达到了他演艺生涯的巅峰 在与周星驰合作的 喜剧之王中 李兆基饰演的 帮派大哥形象 虽然带有些许搞笑的成分 但却深刻地展示了 他对角色的独特理解 这个角色 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 也让他们看到了一个 在生活中 挣扎求生的 真实小人物的 心酸与无奈 李兆基通过这个角色 成功将喜剧与悲剧 融合在一起 展现了他在表演上的 深厚功力 李兆基在影视圈中的成就 不仅体现在演技上 他还尝试过 导演和编剧的工作 尽管这些尝试 并没有达到 他在表演上取得的成功 但他依然不懈努力 勇于尝试新的领域 他的多才多艺和不懈追求 让他在香港影坛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李兆基不仅是一个 出色的演员 他还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 展示了他对 电影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李兆基与周星驰的合作 无疑是他演艺生涯中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周星驰作为香港影坛的 一代巨星 以其独特的 无厘头风格和喜剧天赋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而李兆基则凭借其 在江湖中的经历 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成为了周星驰电影中的常客 他们之间的合作 不仅擦出了创作的火花 也为香港电影 增添了无数经典之作 李兆基与周星驰的第一次合作 是在《喜剧之王》 在这部电影中 李兆基饰演了一个 有些滑稽的帮派大哥角色 他用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将这个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既让人感到可笑 又让人心生同情 这个角色不仅是 整部电影的一个亮点 也成为了李兆基 个人表演生涯中的 经典角色之一 通过这个角色 李兆基不仅展示了 他的喜剧才能 也让观众看到了 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和精湛演技 在《诗神》中 李兆基再次与周星驰合作 饰演了一个 深具江湖气息的角色 他通过精湛的表演 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角色不仅让观众 笑忠带泪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 角色背后深藏的悲剧色彩 李兆基通过这个角色 展示了他在处理 复杂角色时的非凡才能 他不仅能够演绎出 角色的喜剧性 还能够深刻挖掘 角色的内在情感 使得这个角色 充满了层次感 李兆基与周星驰的合作 之所以能够产生 如此巨大的影响 除了两人之间的 默契配合外 还在于他们对角色的 深刻理解 和共同的创作理念 他们都善于通过角色 来表现社会的复杂性 和人性的多面性 而李兆基的表演风格 与周星驰的 无厘头风格相得一张 使得他们的合作 总是能够给观众 带来惊喜 无论是在喜剧片 还是其他类型的电影中 李兆基总是能够凭借 自己独特的气质 和精湛的演技 为影片增色不少 李兆基与周星驰的合作 不仅为香港电影 留下了诸多经典制作 也让李兆基在影坛上 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关注 他通过这些角色 他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李兆基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他还是一个能够通过角色 表达社会现实 和人性复杂性的艺术家 他与周星驰的合作 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 也为李兆基的演艺生涯 增添了无数光彩 在演艺事业逐渐稳定后 李兆基选择了退居幕后 过上了相对低调的生活 尽管不在活跃于荧幕前 他依然保持着 对电影和艺术的热爱 并通过幕后工作 继续为香港电影事业 做出贡献 李兆基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 他与家人和朋友 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与宁静 然而 这位在江湖和影坛上 都曾风于一时的人物 却不得不面对 衰老和疾病的侵袭 晚年的李兆基 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他被诊断出患有肛癌 尽管进行了积极的治疗 病情却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2021年6月2日 李兆基因病情加重 不幸离世 享年69岁 李兆基的离世 引发了香港影坛的 广泛关注和悼念 许多影迷和同行 纷纷表达了对他的缅怀之情 追忆他在荧幕上 塑造的经典角色 以及他为香港电影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李兆基的病逝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的江湖传奇和荧幕形象 永远留在了观众的记忆中 尽管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他的精神和影响力 却依然存在 他的故事成为了 香港电影史上的一部分 也成为了无数影迷 心中的一段传奇 李兆基以他的一生 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是坚韧不拔 什么是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他的离世 不仅是香港影坛的损失 更是影迷们心中的巨大遗憾 李兆基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他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的江湖经历和演艺生涯 深刻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变迁 和电影行业的发展 他的角色形象和表演风格 不仅为香港电影 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演员 李兆基的演技和气质 尤其是在诠释江湖角色时的真实感 为他赢得了最佳反派的美誉 无论是荧幕上的冷酷大哥 还是生活中的平易近人 他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兆基的故事 也是一部励志的传奇 他从一个生活在平民区的小人物 成长为香港影坛的知名演员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的成功靠的是不懈的努力 和对表演的执着追求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出身如何 只要坚持不懈 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兆基的精神鼓舞了无数人 也为后来的电影人树立了榜样 此外 李兆基的离世 也引发了人们 对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缅怀 那个时代 香港电影不仅在亚洲享有盛誉 更是在国际影坛上 占有一席之地 李兆基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演艺生涯 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与衰落 他的离去 仿佛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留在了影迷们的心中 成为他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李兆基的贡献 不仅限于影视领域 他还在慈善事业上积极参与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社会 展现了一个演员的社会责任感 尽管他的生活充满了挑战 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他的慈善事业 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李兆基的一生 无疑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 他从一个生活在平民区的小人物 成长为香港影坛的知名演员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的成功靠的是不懈的努力 和对表演的执着追求 他的江湖经历和演艺生涯 不仅为香港电影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演员 尽管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实现了从江湖到荧幕的转型 成为了香港影坛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李肇基的故事既是一个个人奋斗的传奇 也是香港社会变迁的缩影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 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 李肇基的角色形象和故事 也深深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发展 他的江湖背景 为他塑造的角色注入了真实感 使得这些角色不仅仅是荧幕上的人物 更像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 他的表演风格和独特的气质 也为后来的演员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榜样 他的离世不仅是香港影坛的损失 也是影迷们的巨大遗憾 李肇基的一生 无疑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充满挑战和机遇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只要坚定信念 不懈努力 终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 李肇基以他的一生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韧不拔 什么是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他的离世不仅是香港影坛的损失 更是影迷们心中的巨大遗憾 但我们相信 李肇基的精神和影响力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勇敢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